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民众打完第三剂已经快满五个月 保护力逐渐下架 得再打第四剂 中央已经开放65岁以上长者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 接种第二次的追加剂 台北市民符合疫苗接种资格的 可以运用疫苗接种登记系统来预约接种 目前国内的疫苗第四剂已经开打 许多民众自6月6号起已经符合接种资格 并开始施打 特别是最早开放打第三剂的65岁以上长者 以及免疫缺损者 已经可以到医疗院所网页预约挂号接种第四剂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凡与追加剂间隔五个月即可预约 今年6月30号前接种 不论第一二剂还是追加剂 及第二次追加剂均有500元礼券 及两剂快三十剂 鼓励长者踊跃接种 台北市的第16期的COVID-19的疫苗登记 这个预约的系统已经从今天早上9点到明天下午的5点来开放了预约 那本次的开放预约有四种疫苗 包括儿童的BNT 12岁以上的BNT 及莫德纳跟高端这四种疫苗 平台总共提供了58,990个名额 在6月20到6月26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施打 另外也有27家的医院 有开设特别的门诊 总共有15,345个名额 那民众可以到这27家的医院去做一个预约挂号 那为了珍惜医疗的资源 提醒我们民众 我们不要在这个平台以及医院重复的这样子的一个预约 只要预约一个就好了 那国内的本土疫情仍然还是相当的严峻 那中央已经开放了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 可以接种第二次的一个追加剂 也就是我们讲的第四季 那凡是你第一次的追加剂间隔五个月 也就是150天以上的话 就可以开始预约接种 那65岁以上长者跟55岁以上的原住民 在6月30号以前 无论你接种第一季第二季 或者第一季追加剂或第二次追加剂 都可以得到500元的领件跟两季的快晒季 所以还是在这边呼吁我们符合资格 符合接种资格的人 可以预约我们这个平台 然后赶快去做一个施打 那如果真的不会上网预约 也可以利用我们台北车站的 中型接种站跟捷运松山站 这个礼拜都有开始在打 那相关的疫情 以及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些 疫苗预约的一些资讯等等 都可以在我们的COVID-19的一个专区来查询 那如果还是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还是可以打我们的防疫转线2375-3782以上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确诊者人数虽趋缓 仍要提醒市民朋友遵循防疫规范 紧速完成疫苗接种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位在台北捷运101站及信义安和站之间的 信义三星公办督根案 举行了开工动土的仪式 由台北市长柯文哲 台北市督驻中心董事长彭震生 以及投资人全坤建设总裁李荣广等人 共同出席 全案预计2025年完工 开工顺利 动土平安 一切吉祥 信义三星公办督根案 由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全坤建设代表动土 祈求顺利 这座以共生加共享维新城市概念 兴建地下四层地上15层之黄金及绿建筑驻商大楼 将透过商店 李明活动场域 屋顶花园 共享阳台及街角广场整体设计 呈现全新风貌 预计114年完工 很荣幸来参加信义三星公办督根的开工典礼 基于这个公共利益跟居住的安全 台北市非常积极的推动公办督根 那我们成立了这个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在今年5月正式挂牌 这是过去我们财产法人台北市都市更新中心转型而成 那么目前有18个案子在进行 其中有8个案是开工的 那今天这个案子将来是地下四层地上十五层 这个驻商的附和大楼 那是有土地的参与 所以在分为土地又规划一些居民活动的场域 那其他就由市立组跟出资人分为 将来这个建筑是一个黄金级的绿建筑 那实际上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目前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 台北市最重要的工作是2050净零碳开放 所以将来我们对这些建筑会要求要绿建筑的标准 节能减碳这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所以这栋建筑是完全符合我们台北市政府的政策来建立的 那这栋大楼建立好以后 包括外面的人行道都会由这个全困建设认养十年 那可以把周边的环境也做进一步的改善 所以这个既可以达到都市更新也可以活化都市的机能 实现一个一具永续的城市 所以要感谢我们全困建设的李总裁 跟易东营造的都董事长 谢谢大家的帮忙 那我们让这个都市更新 公办都根可以成功 那最后还是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已 开工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 信义三星公办都根案位于信义路四段 及光复南路交叉口 基地面积约316平 其中室有土地占59.2% 私地主占40.8% 未来台北市府将分回商业空间 并设置198M的区民活动中心供民众使用 在众人的管理下动土仪式圆满 期待更新后能改善地方整体环境 延续周边商业氛围 进而加速周边更新改建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为了协助李明做好防疫的工作 南港区玉城里里长特别结合了里内台北无极万圣工 摇池基姆行善团免费发送600份 共1200计的快筛试剂 里长相当感谢台北无极万圣工 摇池基姆行善团的爱心 帮助李明做好防疫 对抗疫情的威胁 画面现场是南港区玉城里里办公处 里长特别结合里内的台北无极万圣工 摇池基姆行善团免费发送600份 共1200计的快筛试剂 早上9点不到就吸引许多李明 来排队领取 长长的人龙从里办公处门口 一路排到巷口 李明也感谢里长黄聪志 对于大家的关怀照顾 很好啊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有照顾到李明的健康 我们里长很热心 对里明很照顾 是好的里长 我是有去买 可是还是怕有备无患 对不对 现在好像黑数还很多 每天死亡都那么多 也是会怕 在疫情的威胁下 玉城里里长黄聪志 相当感谢台北无极万圣工 摇池基姆行善团发挥爱心 赞助快筛试剂免费送给李明 包括每年玉城里的奖学金发放 与寒冬送暖 都获得台北无极万圣工的协助 因为现在疫情 疫情的时期 我们很高兴 我们的李明 在南港路山段 109向10号 有个台北无极万圣工 他们行善团 他来捐赠这个快筛 每户两季 这真的是有如及时雨 刚好每个民众都有这个需求 我们礼拜公文处 现在最近接到的电话 都是里长有没有快筛 都在问快筛 因为有些特定族群 65岁以上 或是5到11岁 还有低收入户 政府会有提供这些资源 那其他一般的租户 还是没有提供快筛的资源 所以正好 正好我们这个台北无极万圣工 这个主委陈明忠先生 他送来这个快筛 让我们可以马上跟民众回复说 有我们明天就要开始 发放快筛两季 这真的是急事雨 让我们能够再接电话 每个民众都有快筛的需求 能够提供快筛 谢谢台北无极万圣工的 陈明忠的主任委员 我上年就有一个 发亚东医院的 这个 那个 我们的 索妖杯 我 分6000杯 索妖杯 分20天 或1天300杯 还有这个 那个 宜蘭阳明医院 我 1天100的便当 我也发20天 就是认为我们以前这么严重 一手 认为我们 利来也好 一个社会 到三天 我们 这是一个 行善团 稍微有 这个资金 我们 认为 有 拿出法务 大家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我想是这个 心愿 还是 很简单 如果没有什么 休息 休息一间 童廟 一个 艺术 这么艱苦的 这个疫情 有一个 东西 我这边 六百分 1200 我那边 西心里 也同样 发1200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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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姐妹 和生餐团 借一个 租金采 差不多 30万 那是 买这个 快山具 发到大家 那是 他们 奉事的是 瑤池金母 这个 五级万圣公 他每年 我们里 每年都有发放 自己里名的 学生的 獎助学金 包括小学 国中 高中 大专 我们都有发放獎助学金 那奖助学金 有时候会有缺口 因为后来 申请的都蛮踊跃的 大概有五十几位 学生会申请 那我们是 不限清函 清函会 会比较多的薪额 不限清函 只要成绩达到80分 就提供奖学金 所以蛮踊跃的 大概每个学生都很期待 时间一到 都会跟爸爸妈妈吵着说 我今年成绩到了 我要去申请奖学金 这个对 也是 在我们这个 里的设计的行程 行程 一个加化 学生用功一点 就可以在设计里面 有奖学金 有缺口的部分 他每年也会提供 2到3万块 来赞助这一块 还有每年的寒冬送暖 只要过年的寒冬送暖 他都会提供个红包 给我们15户到25户的里民 比较需要辅助的 能够有好好的过 过年的寒冬送暖 所以每年大概持续性 持续性都会这么做 对我们里长来进行社区来讲 真的是一大注意 一大注意 可以照顾到 需要照顾的里民相近 是 我们里面的寒冬送暖 寒冬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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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有要参加 100块也好 200块也好 200块也好 300块也好 有的说我出500一斤 大家借我来 每一个月 资金也有在做 每一个月 宜蘭那边 差不多 每一个月250斤的米 认两十个小朋友 还有 有的 公德会 他有需要我们这个动作 我们也有倒战做 这样 7月7月10月 他的圣诞万修林 我们都有葡萄 葡萄说 他的周围的人 如果夾位 或米 差不多 三千斤 他的铺片 都给人 历史 他在43年了 他在民国 68年 农历高业 立期 开窗 就对了 到现在 我的爸爸妈妈 他以前都走这间窗窗窗 我妈妈以前是做窗窗 他在三年前 想说他的身体 這就沾沾那塊就過往了 我們兄弟指不得好 都秉持這個說 像媽媽的愛心 他以前都在鄉里吃那種 他說我們繼續經營下去 所以我也在100公斤年 我們媽媽還在 我們在生日這個行善團 謝謝 店長一晚 你好 謝謝 有拿到獅子金嗎 配合育成禮發送快篩 多位市議員的服務團隊 也特別來到現場 發送防疫小物給李明 共襄盛舉 今天我們是里長通知我們議員 說今天有那個 送快篩的有意義的活動 那議員也馬上叫我帶著 我們的購物袋 還有酒精的獅子金 來這邊提供給民眾 一起 我們來一起做好抗議 所以里長非常用心 尤其在地方 他剛才也跟我討論 他之前就有想要送口罩 或者是酒精 可是現階段是因為我們政府 對我們的這個防疫措施 確實是有疏漏 所以送快篩是最實際的 那我們也是非常支持他 所以我們才會來這邊 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今天是里長 就是有一個公廟 有一個公廟的行善團 那他有捐這個快篩 那其實黃里長他一直在地方 上的耕耘 都非常的辛苦努力 那他就發動了這個活動 他去找到行善團 然後尋求到這個資源 來媒合 那就發給他的里名 那就是一人可以領到兩份快篩 這樣子 對 那里長也是在這幾天前 就通知我們大家 那可以就是 如果我們他在發快篩時候 那如果我們有議員的團隊 那就可以來發文宣品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來到這邊 今年特別是選舉年 然後有這樣子的經費 來做這個文宣品 那其實我們建商議員發這個 獅子金已經發了三屆了 三屆選舉的小屋都是獅子金 那其實獅子金就是廣為 大家都很喜歡接收度很高 因為在外面的時候 你擦桌子啊擦擦手啊 其實都很需要這樣子 面對疫情的威脅 裕城里結合台北無極萬聖宮 搖池金母行善團的協助 為防疫盡一份心力 也獲得里名的感謝與肯定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當您家中監視器無法收視時 請先將數據機後方的電源線 拔下五秒後再接上 接著等待五分鐘 讓數據機登號及訊號穩定 並到本公司官網進行網路測速 確認網路速度是否正常 網路速度確認正常後 請確認您的監視器設備 是否能正常啟動 或聯絡您的監視器廠商 確認設備是否有異常 如果您近期有更換數據機或監視器設備 請先到官網重新綁定固定IP新設備 若障礙人無法排除 請來電客服中心 由專人協助確認 您的設計我覺得 您的設計我覺得 怎麼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 不能這樣 大家換中加寬評吧 中加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加寬評 疫情打亂了你我的生活 不能去旅遊 那就用畫筆來遨游吧 伊甸基金會萬方啟能中心 以旅行為主題 舉辦了啟動新旅行成果展 由萬方啟能服務對象 與其照顧者 透過照片 蠟筆畫作 分享10年來參與中心 舉辦的親子旅遊心情 用畫筆記錄到 動物園乘坐貓空攬車 或是到遊樂園 欣賞色彩鮮豔的大鳥 伊甸基金會萬方啟能中心 以旅行為主題 舉辦啟動新旅行成果展 展覽分為四個展區 分別為故事牆畫展影片 及體驗 由萬方啟能服務對象 與其照顧者 透過照片蠟筆畫作 分享過去10年來 參與中心辦理的 親子旅遊心情 我們去六湖村 一共有看了些什麼 伊凱來講 來 就玩遊戲 還有咧 還有什麼 有啊 還有看動物啊 野生動物有沒有 還有玩什麼遊戲 玩水嗎 玩水 好 平常他的畫都是差不多 我最多看到差不多兩三種顏色 那他這個後來畫的 現在顏色有非常多顏色 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表示他對顏色的感覺 越來越豐富了 因為我們比較少跟中心的同學 一起互動啦 那正是跟著中心的很多同學 一起出去 就玩得特別開心 幾年前啦 這是中心那邊 算喜樂班辦的兩天一夜的活動 有去高美市地 有去那個盛興車站 就是兩天兩天一夜的旅遊 他們以前大概是每兩年 兩年會辦一次 就是各班輪流 有喜樂班嘛 也有豐收班 每一班然後會輪流 輪流半 然後最近中心是有改說 要合起來一起辦這樣子 就是兩天一夜的旅遊這樣子 他就是會跟他們這樣子 就下去那邊 也不會說特別怎樣 他是會跟人家走到那個 那個水那邊 然後就跟著 帶他一直走 他就走這樣子 他比較不會有什麼 可以看出他表情說 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但是你就是 拉著他走 他就陪著你走 我們中心其實每年都會辦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議題宣廣跟我們中心服務 一起的服務宣廣的一個成果展 那今年的話 我們因為我們這幾年都會套用一些 跟CRPD相關的一些議題 那我們一直都會針對 CRPD的那個30條的那個 像是文化參與啊 然後旅遊辦理啊 這方面去著眼 那剛剛我們中心其實本身是一個 日間照顧機構 那其實我們的服務上 特色就是我們常常會往社區 然後會辦理一些個社區的活動 那其實除了一些 週間我們會辦一些戶外的活動以外 其實我們本身其實每年都會定期 可能一年兩次或一年都至少會有一次的 這種大型的親子旅遊 然後會帶著這樣我們的這樣 身心障礙服務對象 不管是輪椅族或是一些像自閉症 心智障礙 這樣去做一個團體的外出 那其實我們其實都會跟 跟服務對象還有家長這邊就會討論一些方向 還有一些一些題材 然後其實我們這幾年來就是 有最遠到高雄 其實我們是搭著高 我們其實有搭高鐵 然後或者是到到那個花蓮 其實我們那當時也有也有搭火車 其實我們想說就是把這種帶著親子旅遊這個議題 跟我們的身杖的這個 就是帶領身杖這樣子的權益促進的一個議題 做一些結合 那剛好可以呈現我們以往一些旅遊的一些紀錄 然後剛好我們中心其實一直以來特色就是做很多文創 就是像一些油畫啦或是插畫啦蠟筆 那其實我們就是剛好可以結合他們的一個創作 然後可以把他們一些 譬如說去過的一些景點啊 或是玩過的一些遊樂設施啊 或是參與過的一些活動 剛好做一些畫面上的串聯 所以才會 這一次的主題才會特別去呈現像是一些故事牆 然後還有我們的創作去做一些結合這樣 帶給社會大眾是說 其實身影障礙者在疫情的這段期間啊 其實他們還是蠻渴望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外出 然後也是期待就是疫情可以緩和的時候 也可以多去做一些無障礙的一些旅遊的部分 那當然在這過程中 因為幾年來這幾年來其實很多都比較會是都被關 有點就是關在家裡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多帶給他們一些旅遊的一些回憶 會讓他們可以想喔我們其實還是可以外出 沒有像現在這麼的鬱悶這樣子 那就是把以前的一些美好給做一些重新的回顧 那讓我們可以期待未來還可以有更好的方向 就是在疫情期間其實大家的生活都很辛苦 那大家所有的服務都很不方便 包含每個人戴口罩 然後每個人的表情我們都看不見 只看到一個協會望大眼鏡 我覺得在整個過程當中 醫療監禁會常情關心聲音當然朋友 我們包含我們在整個外方企能的服務裡面 我們特別期待我們在這十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藉由這些的化展 讓各位在疫情期間裡面 縱使這麼的不方便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還能夠到台灣各地去旅遊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整個活動過程當中 確實我們實現了CRPD 我們在深藏公約裡面 我們希望給深藏朋友更多的支持 我們也希望這個社會上能夠更關心 深藏朋友也更能夠支持他們 我們不要有任何的歧視 我們也不要有任何的不舒服或不方便 我們期待所有的服務對象 包含我們的深藏朋友們 都是在一個安全舒服開朗的環境當中生活 我們更期待藉由我們長期關心 深藏朋友們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讓我們所有的在台灣地區 不管在台灣各地的角落 我們所有的服務使用者 我們所有的深藏朋友們 跟發動的家屬 藉由伊點基金會的支持 跟藉由伊點基金會的幫助的過程當中 能夠有更多的正向成長 一堂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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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出口堡 這也有個如何辦 好吃 這可以進去嗎 好 伊點萬方企能中心主任盧忌邦邦表示 對許多生臟家庭來說 一個人走得很辛苦 一群人卻可以很有力量地往前行 而這也是中心舉辦親子旅遊的目的 其實每一個我們大概都是有 稍微整理一些故事在裡面 然後像我特別介紹一個 就是像樓珍的這一個 因為我們在服務上會特別感動的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的樓珍 它本身是一個就是自閉症的 中途自閉症的一個孩子 那其實媽媽在這一次的親子旅遊 我們拍到了一張照 是媽媽永生難忘的一個照片 因為他就特別的 就在那一天就是樓珍非常的開心 就抱了媽媽 媽媽非常 媽媽其實在後來的一些服務計畫的 的一個討論過程中他說 其實在這 因為他是五六年前這樣進來的一個服務對象 然後他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 他發現其實跟著我們的出去 其實比較 他就比較不用去在意一些 像是旁人的一些眼光 可以特別去跟著我們一起出去 不用去特別擔心 我們會很重視他們的一個選擇和參與 所以其實我們在整個規劃過程中 我會先讓就是服務對象 還有按家他們去知道 其實我們中興其實都有規劃 大概幾月的時候 會有類似要辦這個活動 那我們可能開始就會從一些 班級的一些會議 然後帶給一些按家回會 例如說我們就會去調查 我們今年或是明年有沒有期待要去哪裡 那我們就開始會有一些選擇 然後排程 然後會做一些討論 甚至去做票選 票選完後我覺得難的是 我們在規劃這個活動的社工 因為我們就會去找一些 去做一些無障礙的勘察 我覺得其實常會遇到就是那種 就是輪椅主 然後遇到一些交通的部分 所以像我們有些外出旅遊都會 特別去租一些類似很大的那種 那種無障礙的巴士 對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 像我們之前去高鐵 那個其實也是協調蠻久 就是可能整整台列車 可能有好幾個車廂 都有一些無障礙的使用 那我覺得像這個 都是我們會比較特別去思 要用心去思考的 然後甚至就是一些像 一些跟無障礙相關的 然後還有一些 一些 一些好旅遊的場地 因為旅遊場地 常常也會遇到一些 無障礙相關的一些議題 有比好比像是一些 一些需要高低落差啦 或是電梯啊這種使用 其實我們在每次旅遊前 我們一定都會有 有工作人員要先去敞看這件事情 那當然其實對按家來講 可以解決他們的很多旅遊的需求 因為其實坊間的很多旅遊團 他們很少會針對 不管是性質障礙 或針對這種輪椅族 去做這類的規劃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就是可以透過我們的一個規劃 然後一起共同來參與 來讓他們知道原來哪裡還可以去 然後是怎麼樣去 然後這樣子其實服務隊 像他們按家 他們自己私下 也可以去找相關的資源 甚至他們可以按家和按家 他們彼此去 就是私下去集結 譬如說我們兩個小家 或是幾個小家這樣去 其實對整個家庭啊 他們未來的一個平行的那種支持 也可以拉緊他們的關係 反饋喔 其實我是認為就是反饋 一定有好也有壞 壞常常有時候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服務隊 像其實屬性有時候會落差 有時候有些那個 有些那個輪椅族 有時候會覺得有些規劃 對他們來講太過於行軍了 可能太多點 所以其實針對那些輪椅族 我們後來我們有去思考是不是要分組去 我們就有去試著去做分組辦理 不然的話常常會落到就是 有些場地可能需要去做一些 比較活潑亂跳的一個運動活動 可是輪椅族可能又沒辦法去 就是會做一些分組上的區分 然後反饋就是大部分都是正向的啦 然後負面大部分都是給一些建議 就是譬如說他們還期待想要去哪裡啊 然後或者是說這次可能行程太過於緊湊啦 可能如果是慢活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有的年紀也比較大 畫展區則有萬方啟能中心的創作者 以台灣各地之美為主題 大膽的用色與筆觸 帶大家來場旅遊饗宴 那個萬方啟能啦 其實在那個民國86年 本身是那個比較創作型的一個屁物工廠 那我們就是後來轉型為 比較那個日間照顧的服務 其實我們的服務對象 從早期的那個走那個油化 國化這種創作路線的服務對象 慢慢有轉向這種心智障礙 和智能障礙的服務對象 那我們的那個創作風格啊 當然從早期的這種比較 這種比較印象派的一些 有畫的創作啊 這種比較都是用到一些早期的 像是一直像是月桌粒月粒啊 一些比較印刷物品的一個使用 可是到後來我們的這些 像是自閉症或是新智障礙的創作 都充滿了同趣或想像力和創造力 像這一類的一些一些畫作啊 其實就是會比較是可以用在 現在生活上蠻多各式各樣的一些 文創的商品使用 那這次旅遊就是 就是有結合服務對象本身 親自旅遊的一些經驗 或是一些外出旅遊的經驗 然後把他們的一些創作 又是做了一個結合 不管是他們的期待 或者是他們曾經的一些旅遊的故事 都把他們給記錄下來 然後其實一來是可以呈現他們的一個 算是一個成就 那當然 當然也可以是一些 如果是有一些版權的使用 對他們也是另外一種 算是另外一種自我實現的一個發揮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有 就蠻長蠻久的 雖然中間有換過幾任不同的老師 但是一直以來都是會 鎖定服務對象的一個需求 他們就是期待是怎樣子的風格 那當然是也會配搭適合的老師 做很多討論 我覺得這些老師其實本身也要蠻有心 然後再加上我們本身服務上的一個教寶員 其實在中間就會做很多的溝通和協調 然後讓服務對象可以盡情的去發揮他們的 不管是興趣或是展現他們的自我的一個實現這樣子 疫情打亂了你我生活 萬方晴能中心透過展覽 帶領大家用畫筆遨游 釋放被禁錮的生活 也讓人看見生長朋友的創作才能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平常藝術撞擊是由當代藝術家 舞者音樂製作人 樂團服裝造型等五種畫領域的創作者 共同創作藝術作品的計畫 希望能藉由不同的領域 青年藝術創作者的彼此較勁 融結出新的在地藝術庶名文化美學 在新舊文化的衝擊中 實踐並展現藝術與台灣的獨立精神 每年農曆5月14日是台北狭海城隍爺聖誕 在廟方舉辦的祝壽活動中 邀請拼廠藝術撞擊藝術團隊 帶來全新作品《度》 慶祝狭海城隍爺渡海來台200年 也獻給遠渡黑水溝來台生根延續香火 看顧眾名的台灣眾神 兩尊造型奇特 別具科技感的電器神將 是千里眼和順風耳 結合編舞女神官 廖以琴充滿生命力的舞蹈 有別於傳統正統文化 開啟嶄新的宗教藝術美學 聽廠藝術撞擊是由當代藝術家、舞者、音樂製作人、樂團、服裝造型等五種化領域的創作者共同組成 藝由不同領域青年藝術創作者的彼此較勁 融結出新的在地藝術、庶民文化美學 也為觀眾帶來驚豔的感官體驗 公民記者陳怡如台北報導 怎麼叫 有追劇、有視訊、網速只能這樣咯 不能叫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2022城市博覽會開展以來 吸引了許多縣市政府組團前來取經 其中桃園市長鄭文燦因為染疫 改由副市長帶領桃園市政府團隊前來 不過鄭文燦還是透過視訊方式 與金融市長林佑昌隔空合體 兩人也展現了絕佳的默契 金融市長林佑昌透過視訊 將金融特色伴手禮送給桃園市長鄭文燦 隨後還隔空為鄭文燦 戴上2022城市博覽會今年冒 鄭文燦也相當配合 兩人展現絕佳默契 可以喔 可以可以 文燦可以喔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染疫無法親自率團前來的鄭文燦表示 非常佩服金融市長林佑昌透過城市治理 成功翻轉金融市 因此希望經由這次參訪交流 學習金融市政府如何在有限支援下 持續推動市政建設 右昌市長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是 把一個這個有限資源的基隆 那麼做了一個整體的有深度的大改造 那這個改造對於基隆未來的發展是非常長遠的 而且改造的方向是多元的 從空間的改造到這個商圈的改造 到交通的改造到歷史文化的改造 那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城市治理的典範 所以我才要求我們四五團隊都要來看 那基隆是海港 也是台灣歷史的起點 那桃園是空港 是工業的聚落的所在地 那各有不同 但是其實我們 我們基隆跟桃園 我們在北台灣裡面 都是努力的 在首都圈當中 展現自己的魅力跟特色 北北七桃 雖然雙北在核心 但基隆跟桃園 也不會被忘記 因為我們努力的 把我們的城市特色做出來 那請我們的團隊 我們要一起去交流 分享一下 基隆城市治理的經驗 這個城市博覽會 真的很有價值 我覺得 六昌真的做到了 其他縣市所沒有的 六昌也親自導覽並說明 如何在短短七年 讓基隆市成功蜕變 六昌強調 舉辦城市博覽會 就是要證明 基隆市能做到 其他縣市也能 希望能夠把 我們在城市治理上面的 一些價值跟經驗 能夠跟大家來分享 也讓市民朋友知道說 這幾年基隆城市的一個蜕變 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而是它背後是有一整套的 一個價值還有治理方法 在背後支撐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 這樣的一個治理的理念 能夠分享給 全國其他的一個城市 而對於黨內 有人推薦市政成績 獲得好評的 林友昌參選新北市長 林友昌不願正面回應 而是再次邀請國人 把握機會 到基隆參觀 2022城市博覽會 了解基隆如何從 三高城市蜕變重生 北北基陶是一個 首都的生活圈 那這幾年大家都有 看到基隆的一個蜕變 跟再生 那現在我們基隆正在舉辦 城市博覽會 非常的精彩 歡迎大家來參觀 記者張奇灘 基隆報導 2022城市博覽會 有三大特色 除了以整座城市為展場 及迅亂的夜間觀展外 海上看展更是必訪的 遊城之一 而且日夜感受大不同喔 在工作人員引導下 遊客依序登上夏日海洋號 開心地從小艇碼頭出發 前往目的地正邊漁港 在船長詳細解說導覽下 更深入認識 這座一山磅海的美麗港都基隆市 這是2022城市博覽會 推出的海上看展遊城 經由基隆港內港透過水路串聯 把遊客從國門展區 帶到正邊展區 在航行過程中 也讓遊客從不同角度 欣賞基隆之美 這個海上看展最主要是 我們有一艘夏日海洋號 從我們的小艇碼頭出發 游泳船 來載大家到這個正邊漁港的色彩屋 那從小艇碼頭到正邊漁港 有一個航行的這樣的一個船隻 然後可以在海上看展 那這一次我們希望是 能夠把這個遊客呢 從A展區帶到B展區 同時在這個海上看展的 這一個遊城裡面呢 我們從船上來看基隆的 這樣的一個市景 那同時呢到了晚上 還可以看非常漂亮 璀璨亮麗的這個基隆 那因為我們會有一些光環境 那從海上看展回看基隆 更是有特色 所以這一次的海上看展呢 我們也突破了很多的這個限制 那跟港公司還有漁會 來做一個合作 那把這個船呢 從小艇碼頭開到這個正邊漁港 那這一次呢 也可以從正邊漁港上船 來到小艇碼頭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個水路的交通 來串聯A展區跟B展區 所以未來呢 是基隆的這個觀光的交通的遊城 不僅僅是靠陸路 水路也是一個可以使用的這樣的交通工具 從著名的基隆地標 中正公園朱普潭 關雲佛像 一路看到外木山協和電廠的 三根煙囪及外港的光畫塔 最後抵達正邊漁港的色彩屋 沿途還有擦身而過的軍艦 與港區作業的橋式起重機 貨櫃輪等 豐富多元的東西兩岸景色 與海上風光 讓遊客大戰值回票價 機會比較少 平常就是搭車 所以試試看搭船的感覺 然後從海上來看基隆 感覺如何 不一樣的視角 對 漂亮 我覺得港口跟海是基隆的特色 然後從海上來看基隆 是另一種不同的美感 所以 尤其是今天的天氣還蠻舒適的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心情很好 這項陳博會期間限定的 海上看展遊程 平日12班次 假日則增加到16班次 想要一覽基隆無敵山海美景 及港區人文風光的民眾 可千萬別錯過 記者張綺藤 基隆報導 海洋熱色影響到人類的生存 如何取得平衡 基隆市博覽會期間 基隆市政府產發處 就推出了海之聲 海洋永續主題展覽 透過互動裝置 及海廢垃圾展示 讓民眾知海 親海 為環境永續盡一份心力 進入海之聲展場 以海洋多元聲音為主軸 介紹基隆傳統漁村 轉型的各個階段 這裡串在一起 然後有鐵路有山有海 還有潮境 是很美的地方 搭配不同的地景聲音 帶領參觀的民眾 進入人與海關係的時間長廊 以音樂為主題 來講述我們基隆城市的生存 生活跟生命的演變 那這個是城市發展一個不同的軌跡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策展 能夠讓大家更深入的認識基隆 例如說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過去曾經是北部火力發電廠 但是現在它是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過去的北部火力發電廠它燒煤 那是為了生存 我們為了犧牲的環境 那現在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它是一個生活 提升大家生活品質的地方 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 沈浸市互動體驗裝置 讓大小朋友自己挑選食材 製作屬於自己的海鮮鍋物 他們覺得煮火鍋很好 因為我們就住在旁邊 所以其實都知道一些海洋的生物 大家大概了解 當然不是說很 他們不是說很清楚 但是就是有概念這樣子 很少看到有城市在做行銷 第一次有看到這種手法 非常特別 這個海之森的展覽 不但讓我們能夠深入其境的 感受到當地漁村的生活以外 還有可以看到整個八斗子海岸的變化 包括從這個火力發電廠 台灣第一座的這個北部火力發電廠 到現在的海洋科技博物館 整個的演進的過程 然後也可以聆聽到當地人 以及我們政府各界對這個地方 所付出的一些心得跟感想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 我稱為它是一個非常值得來參觀的 一個3D的現場 有歷史有文化有環境的演進 又加上人物的說明 而全球暖化速度加快 垃圾減速減量 成了世界潮流 流刺網 浮球 寶特瓶蓋等 都是人類製造出來的 世界的海洋都面臨了很多的問題 那不管是污染啊 或者是說破壞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次的海之森特展 是想要透過跟民眾的對話 透過用海之森四個樂曲的方式 讓它引導民眾去認識過去 現在跟未來的海洋 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那很重要的部分 在海洋教育的部分 所以這一次呢 在策展的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離海進行曲 那特別是在講說 目前海洋遇到的一些漁業枯竭啦 或者是環境破壞的問題 所以我們透過教育 然後透過立法去改變一些事情 所以在這邊我們有提到了 基隆在這幾年做的 不管是赤網的實名制 然後保護區的成立 或者是這個基調證的立法 都是為了讓海洋能夠永續利用 所以去訂了這樣的法律 那另外也透過食慾教育 透過教育的方式 透過宣傳傳達的方式 讓這個教育能夠往下扎根 金龍城市博覽會期間 來海科館走一趟逛海之森 海洋永續主題展覽 一起為愛護地球環境永續 盡一份心力 記者黃少民金龍報導 疫情尚未趨緩 金龍清安宮持續做善事 捐贈了三種金龍分院的一批醫療設備 總價值超過了600萬元 其中自助繳費機最受矚目 在疫情期間 零接觸避免感染 也大大提升服務品質 捐贈一事上由千安宮主委童勇 親自將總價值超過 600多萬元的醫療器材 捐贈給三軍總醫院 基隆分院 希望發揮媽祖救苦救難的精神 原來基隆地球好處速度 救人第一 我剛才有說 救人一命達千金 所以也救我一人 所以很熱心 所以這邊基隆地球的需要 因為遺産不夠的 缺乏的東西 要選擇 我們都提供 這有助大家好 所以救基隆 也感謝他 不是說一定給他 這不是這個 這有助地方 有助基隆地球的玩家 這有幫助 包括國防部 軍醫局局長 及分院的醫師 護理師 都出席這場捐贈儀式 這批設備 包括了高畫質電子式的 胃鏡 大腸鏡 脊椎 內視鏡 機械組 推床 及全自動驗光機等 十多項器材 全都是醫院迫切需要的 每年都由慶安宮 同主委帶領之下 每年都捐贈我們 非常多的醫療器材 讓我們的醫療設備 以及對我們在地 鄉親的醫療服務 可以做更周延 更周全的服務 對於這一點 我們非常非常的感謝 同主委 領導下的慶安宮 各位委員 對我們醫院的支持 那這個部分可以增進我們 對於我們這個病患 還有這個病友的服務 還可以更完整更周延的 提供最有效率 更最精準的醫療的服務 其中最受矚目的是 這一台自助繳廢機 只要拿著單據輕輕一掃 就能夠輕鬆繳廢 相當快速又方便 會減少很多接觸跟等待 那其實在 我們在掃描 因為其實各個醫療診所 其實有的單位已經 很早就已經實施 我覺得方便民眾 在繳費節省時間 還有物質化 還有方便性 而且還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用那個 手機的支付 我覺得這次對民眾來講 是很方便的 慶安宮肌肉扶貧 長期關心基隆地區的 醫療資源 每年都大手筆捐贈醫療器材 希望持續幫助三種金融分院 添購更新穎的設備 讓醫院救人祭祀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 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 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在下午中 齡進行商社會 金龍 三世伯 公司 展開 借炸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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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这样 有追据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中家宽评 走不起来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据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当您在家中使用OTT影音服务 出现收视异常时 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5秒后再接上 并等待5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及讯号稳定 接着至本公司官网 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如果测速结果正常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此时 是否能浏览其他网页 如果可以顺利浏览网页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 是否使用非法机上盒 提醒您 任何侵权及非法来源的影片 都可能导致非法机上盒 无法正常收视 本公司也无法保证影片品质 如果障碍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妇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起来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 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 讯息查证 加入 LINE 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 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 GOPEN 同样加入 LINE 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 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 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